嘉年华会是很多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 蔡作岗中学今年的家庭嘉年华会在为贫困学生筹款的同时 也让同学们发挥绿色精神 这一期的DV校园让我们一起看看老师们怎样参与环保活动 要举办另一类的家庭嘉年华会 就必须要有心意的点子和巧妙的构思 蔡作岗中学特别将今年家庭嘉年华会的主题设为go green 永保绿色 目的是希望学生与他们的家长呢 在参与嘉年华会的活动的同时 也不忘为环保尽一份力 会上的各类摊子都是由各个班级的学生所负责的 从摊位的设计到经营 学生除了得亲力亲为 还得注入环保的元素 可说是极具挑战性 王慧芳老师就大方地把珍藏多年的明信片 及珍藏品贡献于此活动 困难呢当然是有的啦 因为有一些话题是很近很近的 当我把它放进去的时候 那些软绵绵的这些玩具都怎么讲 那个笔子都给我弄坏了 林友吉副校长表示 今年所求得的款项令人鼓舞 他也对此活动有助于提高 学生及家长们的环保意识 持有乐观的菜图 把手上都用完了 都是外丢 所以今年我们特地买了一些 用了能分解物 制造的盘式 杯式包装品 希望这些会对环境好一些 这次港中学界嘉年华会的欢腾积分 加深学生及家长的环保意识 让这次的活动更具有意义 在座港中学TV校园记者 郭宇航报道 我们会在每个星期天 为您送上学生们的作品 同学们必须要紧扣健康生活和环保 这两个主题来进行采访和拍摄 decorated céu 郭宇航报道 宇航報道